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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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們時間已經差不多好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 在願書之前的最後一場 就是今天的壓軸 就是我們越來越接近這個變界 越來越接近這個外匯 而且是 接下來這兩位都是 虛擬性非常的強 我們準備好 對火爆 這個場合 我想這兩位早上 大家都認識 其實不需要介紹 大家都認識 工作均跟房間王 接下來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博君 很高興 就從早上到現在 然後 謝謝凱琳找我來 我覺得這樣的討論 對我來講 有一些幫助 那麼 我的題目叫哲學的外部 千高原的弱勢群學 是因為 這個題目是因為 哲學的外部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哲學系的外部 另外一個是 哲學方法的外部 那我們現在 可能都在這個外部之中 就在這樣的討論會下面 那為什麼我會想這樣的一個題目呢 因為 這都是得樂之害的 應該是說凱琳 因為在 2004年之後 在中山哲學所 接觸到凱琳 讓我的這個現象學事業 突然造成一個巨大的衝擊跟中斷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經驗 非常奇怪的經驗 就是說 接觸到 非常陌生的這樣的一個 哲學語言 跟思考方式 包含表達方式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幾經苦惱的這個掙扎 最後2007年 就第一個先跑到哲學系的外部 就跑到南醫大學 那這個是因為藝術家的吸引 那我覺得今天 陳瑞文提到說 藝術家本身 作為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反限定藝術的 這樣的一個實踐者 我想是有他的道理 這個吸引力到剛開始也講不太清楚 然後今天 在今天的討論裡面 我們看到在哲學的這個 外部的方法裡面 有一些講者是 比較偏向科學性的 認識論的 像陳瑞文老師 有一些是比較偏向文學的 那 或者說像 江永輝 他對 從聲音音樂 這個方面來談 有一些比較偏向政治學的 語言學的 那 是真的有點奇怪 因為就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哲學家的得知來講 為什麼 有這麼多哲學外部的這個方法 需要進入到哲學的這個討論當中 那 今天另外一個討論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在 概念跟聲音之外 所謂的非概念跟非思考 或者說 這個 陳莫 他究竟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這個意涵 對我來講 千高原究竟是不是一個概念 對我來講 我選擇的這個方法 就先把它當作一個非概念 對我來講 千高原不是一個概念 不是一個概念的意思 我舉一個音樂的例子 就是在絕世樂裡面 它也有這樣一個疊奏 可是它的motiv出現之後 它的重要的點是它的變奏 可是這個變奏不是一個概念性的變奏 是你概念的產生跟這個動機出現 也許只是其他另外一個樂手 它錯了一個音 但是你要順著這個音 再去接 所以它是非常 在概念的深層跟身體性上面 是同時性的 所以 我待會兒的報告會比較偏向一個 人類學的方法 就是 從這個人類學的角度 去談千高原 可是這種方法蠻累的 因為你要到處跑 然後時間很慢 你要穿越過很多具體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 對我來講 千高原不是一個隱喻 也不是一個具體的概念 因為 如果對我來講 我的身體 還沒有體驗到 什麼叫千高原的話 我其實沒辦法接受這個概念 跟我剛剛遇到凱琳的時候一樣 我覺得說 就是在想什麼 能不能講我聽得懂的話 那後來慢慢的在 一些經驗裡面 發覺說 的確 在這些經驗裡面 是可以提取出一些 這個鮮豔的成分 讓它成為一個哲學的概念 我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去 學習這個 德勒茲的 所以在這裡面 我覺得 這個精缺的概念 它究竟用在什麼 範圍 可能在德勒茲的文本裡面 是 一種做法 但是 它能夠用的這個範圍 為其他能夠在實用性上面 溢出到其他的學科 或者說 我們的這個 某種當下的這個經驗 那我覺得 怎麼去用千高原這個概念 怎麼去體會 我會覺得這個 可能是一個新的 思想發生一個必然的 這樣一個過程 那如果說千高原對台灣來講 或是對華語來講 華語這個圈來講 是會成為一個思想事件 那我覺得 今天的報告 眾多的這些工作者 他們正在從文學 音樂 政治學 科學 語言學 這些方面去接 那我的角度 就比較是這個 人類學 那這裡面有沒有一種 系統性呢 那我覺得這 正是因為 這個千高原 他提出來的是一個 比較複雜的 這個開放系統 所以他的嚴格性呢 他的考驗呢 就 相對的高 但是 這個 系統呢 必須從他 如何跟外部 產生連結呢 來看他的這個嚴格性 那從人類學來講 清高原 對我來講 第一個 比較重要的參照點 是 James Scott 他在 談所謂的這個 Romia Romia 不是一個概念 他是在 青江上高原 南邊的 一個 具體的區域 那 三百公尺 海拔以上 那麼 Scott是一個 無政府主義者 所以 他搞美國的農民運動 所以 他非常知道說 他研究千高原 是為了 避開 國家的視野 所以在這邊 有牧學的一談 對我而言 其實是相對於 國家 剛才 這個 國家是一種裝置 它不是一個機器 那麼 如果避開這樣一個裝置 就變成 對我來講 在讀清高原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這個參照點 那 具體的從人類學來講 這個 這邊的 白色的這個地帶 可以可以看下面 有一個標示 就是Romia 地帶 所以他跨越的地域 其實是超過國家 那 這樣的一個地域 它有一個地形穴上面的差異 就是海拔 300公尺以上的高地 叫做 Zomia 那它的西北邊 是清康障高原 所以這一塊究竟是東南亞 還是亞洲 還是中亞 其實是 很難被說明的 一塊 這個 高地 那 資本主義跟現在國家 第一個 政府的地帶 其實都是沿海地帶 我們從 這個 巴達維亞 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 跟荷蘭東一度公司 他們的領地 以及到1950 60年代 二戰之後 現在國家的建立 基本上都是先從沿海地帶 去建立這樣子的一種機構 那這個是古地圖 所以 從Zomia 作為第一個人類學的這個參照點的話 這是2009年出版的 他會覺得說在1950年之前 大概全世界最大一塊 無政府的這個領地 就是在Zomia這樣的一個地帶 那作為一個的類學家 他考察的是 越南 中部 印度 東北 然後 越檢 這個 遼泰 伊伯爾 五國的交界帶 還有中國的這個 雲貴 天廣 廣西 四省 三百公尺以上的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多大呢 250萬平方公里 大概有一億左右的 就是少數民族 非常複雜的 這樣的一個地帶 語言的變樣也非常多的 這樣的一個地帶 所以這 整個地帶有九個國家 那麼 他的這個中心地帶 很多地方都是 國界非常模糊的 那 因為他非常高 有些地方非常高 所以 政府警察要到那邊 就是 某一個山谷發生一個事情 軍隊跟警察到那邊 可能都三天之後 事情早就結束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 用現代國家的這個邏輯 很快的去統治 那所以在這邊 他是 跟東亞 南亞 或是東南亞的這個關係呢 就 非常的這個曖昧 另外 他的植物跟動物的分布呢 生態上面的這個多樣性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地帶 還是人類學調查一個重要的 其中一個項目 那 當然跟國家的曖昧關係呢 就是一個 我今天之所以要提這個 這個 Romia 一個重要的 這個 依據 那麼 那麼就 整個脈絡來講 台灣 跟Romia 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台灣究竟是屬於東亞 還是屬於 這個 東南亞 還是屬於 南島的 這樣一個語氣呢 那再加上台灣 他其實 這個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三分之二的面積是 屬於這個 高地的這個地帶 也就是他是 三分之二以上 是高原的 這樣的一個 地帶 台灣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 兩百六十八座 所以他的多民族 多語言 他的生態的這個變化 一定程度上面 概念上面也呼應了 這個Romia的 這個 處境 好 那 從這個部分 我是從 應該不是人類學家 這是人類學的方法 就是從我自己個人的一些旅行 所以在這篇文章裡面 我講的這個三個案例 一個是在太平邊界 做了一些旅行 那這裡面 其實 國家的介入 都是非常僵硬的 所以他只能透過 一些NGO NPO的這個組織 去把 邊界地帶這些 移民 或是難民 或是移工 或他們的第二代 那麼 我們可能難想像 在太平邊界 有一些難民營 他已經建立了幾十年 所以有些小朋友 那個 他的大小不超過十平方公里 那麼裡面有小朋友就生在那邊 他從小到大沒有 踏出過這個那裡 就十平方公里的這樣一個地帶 這是國家擠壓 現代國家擠壓的這個結果 當然他們也會有一些移工 是因為太平邊界他開始 像美索 他開始有一些自由貿易區 他需要勞動力 那這個跟資本主義的這個問題相關 但是這些人 他的基本的權利 跟在所謂的正常國家下面的 一般人也是不可同日而已 那 今天我大概不做比較細的案例的這個介紹 我要談的比較是國家跟有物體 中間的這個差異的這個問題 有點接續剛才同事先所談的 那樣的一個問題 再進一步的去做一些分析 我們去的話是走105號公路 就是 那他就是在太平邊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例子是 國家的邊境 他已經無法 無法用一個國家的 這個裝置去處理 在邊境裡面的這些問題 尤其這些國家的成立是 懷於在這些山區的 這些少數民族 比如說克倫族 他們的這些處境 那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去瞭解 國家的縣市的 這樣的一個旅行的經驗 那他們的國界跟我們想像的非常不一樣 他是一條河 可是其實這兩 河兩岸的這些老百姓 他們其實來來去去的 兩邊都有市場 可是因為緬甸那邊比較窮 緬甸那邊人會過來買菜 買水果 買衣服 聽一點熱門音樂 然後再回去 他就渡河 他不是有嚴格的這種 我們想像中的這個 國家邊界 但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少數民族 他本來就住在這個高地的沿河地帶 這是他們本來的生活區 所以國界也是後來產生的 1950年代之後 產生的 那這些細部的東西我就不講 只是說 我要講的是說 對我而言這是具體的事情 我必須要去了解 了解最好就是我走到那邊去 讓我的身體有感覺 所以很慢 然後要再講一次 蠻累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這些同學 大家的移動力都比較高 其實都不難抵達 都不難抵達 相對於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 其實好多了 好 那這個部分我很快的講過去 那我要講的是 比較是千高原第12章 就是在講人類的社會組織 的這種兩種神入訊 兩種方案 一個是國家 一個是有目的 那我們今天在大學裡面 特別是國立大學 其實都是屬於國家的這個一部分 那各位現在作為藝術家 很多時候也接受文化部 地方政府 或者說國議會的這個補助 其實這些都在國家的一定的編制之內 那在這個狀況下面怎麼談 游牧呢 那我分成四個部分來談 就是更具體的談國家的裝置 它分成哪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空間 第二個是階段 第三個是科學 第四個是這個編碼的問題 今天早上有提到編碼的問題 那我會認為說 國家是一個強機構 就台灣而言 它遇到第一個比較強大的這個機構 其實是日本 日本的這樣一個殖民 所以殖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做調查 把它文理化 那在沒辦法文理化的這些 所謂的升藩的區域 它不像清國 清國就是我不理 不理你升藩界線之外的東西 可是日本是它要推進 它要推進 所以才會有這個物色事件 交翻臉事件這些 那先把空間加以調碼化或是格柵化 文理化 那第二個部分是個別的這個階段 我們改防校長也在 他應該最了解 因為只要是這樣的一個強機構 它就會有大大小小的單位 然後大大小小的單位 就會形成不同的階段 那這些階段 在專制國家跟在這個現代國家裡面 它有它不同的治理的方式 專制國家是以這個專制君主 作為它去震動這個階段的這個中心 但是在這種 現代國家裡面是一種 這種契約跟統一 就是說你這個單位設立的任務跟目標 在之前就訂過各種的規章跟法律 所以你這個階段是被編制在 這樣子的一個機構下面 那麼基本上也是按照中心的方式 讓它去做共振 那第三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我覺得 今天陳倫老師提到的這個知識論的這個問題 基本上就是跟皇家科學知識體系 要區隔開來的 所謂的遊牧的科學 遊牧科學 它跟皇家知識體系不同的地方之說 皇家知識體系它會先告訴你說 你如果是具有一些勞動性的知識 那你可能就是比較低級的 那如果是你可以把名字拿出來 或者說你是負責腦力的這個勞動 在整個國家的機構化的這個編制裡面 那就是比較高級的 那這個勞動分工呢 以這樣子一個原則去形成 然後把它階段化 把它同質化 那所以它不會管你在哪一個階層 如果不信你比較在底層 那不管你的勞動力怎麼被剝削 因為它已經被同質化 所以它是按照這個方式去計算跟淘汰 那最後是這個編碼的這個問題 這個符號學的問題 那國家並不會用自由編碼的方式去運作 這是目前所有我們依賴政府的人 都會感覺到它為什麼這麼慢 因為它的編碼已經固定了 那在這樣的固定跟編碼的 這樣的狀況下 它運用之前文理化的這樣的空間 結段化的這個單位 那麼運用它的皇家科學 讓這些東西共同來運轉 那它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這個編碼 那所以國家的這個強機構 之所以需要強大的這個管理機制 這個是這個是在我文章的最後一段 第四段 也就是在 我自從這個163頁這邊開始講回去了 那 所以這些空間 空間的使用規章 官僚跟軍警 難以更改的這個符號系統 為什麼要立法院 就是 因為現在國家是按照一種比較冷靜的 中心共振的方式 就是立法院改了規章之後 你下面才能夠動 如果這個規章沒改 這個符號系統沒改 其實是 自愛難行 很多新的事情沒辦法發生 那所以它跟遊牧科學是相反的 那古代跟近代有不同的這個國家的型態 那古代是 那古代是 以一種比較依附性的這樣一個方式 來 做為一種侍從的這個體制 那 近代呢 基本上是你在社會契約下面 你贊同沒前提 接受約束 但是其實有第三種國家型態 而且就台灣的這個歷史來講 前面兩種國家型態 恐怕也 並不能完全 可以窮盡我們的經驗 那我講的比較快一點 就是 那 如果說 台灣其實在近代的經驗裡面 其實並沒有出現西方 以這種民族國家去進行這種 系統化的、共振的 這樣的一種治理 於是呼呼它本來的這個國家的裝置 跟它的庶民社會之間 它的中間層就有非常大的斷裂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是在德勒斯的這個理論裡面 我覺得是比較缺乏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如果要去做一個區分的話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 我們所熟悉的某些歷史 所以在日本的殖民 跟國民黨政府的這個統治裡面 它 它既跟前面講的兩種國家型態不同 它又蘊含了一個新的國家的強機構的型態 就是它是要朝向一個 資本主義國家的這樣一個型態 那這個新的國家型態 剛才好像洪世堅有談到這部分 國家就不再扮演一種超越性集中制的 超級編碼的這個共振中心 那社會組織的焦點 也不是由單一的專制君主所控制 而是一批立法者來決定 那這個是前面兩種 那新的是說你所有的決定其實都被市場 所環繞還有穿透 所以這半年多來我是在 作為了類學意義的這個調查的話 我是在這個仁愛路跟建國南路交叉口那一塊 過去的空軍總部那個黃金地帶 這是資本其中的地帶工作 這種壓力特別大 就是你知道什麼叫市場 那你要做的事情幾乎都是 你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 那 甚至國家政府也都要屈從於 背後的這樣子一個壓力 就是資本跟市場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面 那裡面呢 我有做了一些討論跟分析 這個部分我可能 待會兒有時間再講 先把概念上面的這個部分 做一個澄清 那我可以認為說千高原呢 他要談的這個油木 油木學 基本上是要對反於國家的 這樣的一種思考 也就是說有沒有另外一種社會 是這樣的一個油木學的這個社會 那這裡面有關於戰爭機器的討論 我也集中在這個部分來談 什麼叫戰爭機器 那基本上戰爭機器有六種變樣 所以早上在 很認為在談這個 得知的概念這個運用的時候 我們看這六種變樣 大概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去了解說 其實戰爭機器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 那他有很微妙的運用 第一個是看起來是比較本體論的 這個戰爭機器的概念 但是這個戰爭機器跟戰爭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其實就是比較本體論的在談說 如果你可以在沒有被文理化的這個 平滑空間上面運作 某些根莖團塊 一種新的團塊 他就會形成一個比較油木體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型態 所以如果一群人一起決定去建造一座橋 一群就幾個人就夠了 就是或者說幾個人一起去做一個 本來不可能產生的計畫 或是搞一個實驗建築 或是弄一個團去弄音樂 那麼要搞沒有人弄過的咖啡科學 或是做漫線調查 其實這個藝術家最熟悉這一塊 所以由木學呢 他的第一種本體論的這個意涵 跟當代藝術所謂的 就是陳淚文他所提到的這種反限定的藝術 反限定的這樣一個藝術的認識論 其實是連結在一起 這是為什麼在藝術學院需要談這個事情 但是你在哲學系談 就不一定 他可能就真的被當作一個本體論的概念 可是在藝術學院談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 只是說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新的概念 重新去命名他 那第二種戰爭機器呢 剛才也有稍微討論到 他跟這個 就是跟革命比較有關 但是這個革命呢 也不一定發生戰爭 他可能就是一個佔領 或是他讓某一些國家的裝置突然停下來 像他那個結段被切斷被打斷 突然連接到另外一個這個脈絡去 重新去進行一種生產 那這時候 原先的這個立法者跟執法者的 對於國家裝置的一種契約跟統一 就會全面被擱置 所以這個是比較接近革命狀態的 這樣子的一個戰爭機器 那這個裡面 特別在當下 他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因為他要超過兵武行人所講的這個三角結構 這樣子的一個革命 或是準革命的這樣的一個運動 或是社會行動 他才能實質的產生作用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集結 我們也可以把它視為是第二種的這個戰爭機器 但是這個在過去部落跟部落之間的爭戰 或是我要佔領這一塊打獵地 然後你要把這個地搶回去 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在古代的這個墓學裡面 是比較自然的這個狀況 或者說得二之舉的這個老鷹 他們以靈教的方式去確定他的這個疆域 可是另外一隻老鷹來 雖然他是陌生人 有可能因為他叫的比較好聽 然後力量比較強大 這個領域就突然轉換成這個新的老鷹 或是他的這樣的一個族群 就這裡面也是一個轉換的這個問題 只有到了第三種之後才 這個戰爭機器 他才把國家捲進來 或是他要開始面對國家 這個部分在德勒志談法裡面 就不是這麼本體論的問題 它是有歷史的 因為從人類學的這個角度來講 戰爭機器它究竟在什麼樣子的層次發生作用 因為就人類學的這個思考而言 它是在編碼的層次 本體論的層次 還是在這個實質的歷史的層次 其實這個問題發生點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個時候 可能像木舍事件 焦八年事件 或是說520 其實一定程度它都是要去保衛這樣的一個拼滑空間 要去創造維持它的這個遊牧科學 遊牧科學跟王家科學最重要的差別就是 它的對等性 我們剛剛舉爵士樂的例子 比較簡單 在爵士樂的樂手裡面 基本上是對等的 也就是說 每個人他都有他的這個part 但是主題的這樣的一個流動 本身是他自然對話的一個過程 然後他的概念生產跟他的這個勞動 身體的參與本身也是同時發生的 沒有預演的這個腳本 他只有基本的這個母題的提出 所以戰爭機器在這個部分 他在面對國家的文理化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基本上也是為了這樣子的一種價值 或者說他開始用他比較熟悉的就是戰術 戰術跟戰略的不同就是 日本殖民台灣是以一個全局的方式在部署 可是遊牧的這樣的一個機器 他是以戰術的方式做某些單點的突破 那這個也是他的一個悲劇性 就是說在現代國家當代社會裡面 他本來就不是要做一個非常大的局 那他也只能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面對整個大的局 那麼等待這個大的局很可能 我們說如果說遊牧學在這個部分像是圍棋 這個是德勒子舉的例子 象棋跟圍棋 象棋跟圍棋 象棋是你一直一直把它吃掉 每一個子的角色跟意義全部是被文理化的 可是圍棋呢 你可能下一個子之後 他是整個Constellation 是一整個局部突然消失了 那這個東西就這個 遊牧學來講或是遊牧機器來講 他其實是在一個戰術的布局下面 慢慢去形成他的這個戰略 他不是一開始就制定了這個所謂的國家的戰略 這是第三種 第四種戰爭機器呢 他就跟國家裝置是幾乎要完全等同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國家是要達成他的政治目標 就是保全他的領土、疆域、文理化 然後或是擴張他的這個領土 那這個我們也都相當熟悉了 但是第五種 他也是在現在史裡面比較特定的狀況 第五種的這個戰爭機器呢 他跟法西斯的這個總動員有關係 那法西斯的這樣子的一個總動員 包含這個日本對台灣的這個殖民 他一定程度上面 他是為下一個階段鋪路 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這個戰爭機器 我的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那最後一種就是我們今天在面對的 就是戰爭機器呢 他進入到整個資本、國家、國族的 這樣的一個脈絡 就是全球化的脈絡 而這個脈絡他可以透過商品、社會組織 直接進入到你的這個欲望、身體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會覺得說 如果完全用哲學的方法來解讀得樂資的話 會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已經在一個被編碼化 已經被身體化、已經被符號化 你的慾望就已經是在這個學院的這樣一個體制下面 被安全化的這個位置上面去閱讀得樂資 或是去閱讀千高原 那我覺得從這內學的這個角度去看得樂資的話 你可以看到很多在當代 他繼續存在的這一種遊牧體 或是遊牧機器呢 他是怎麼運作的 藝術界當然有 但是我們說到東南亞、太平邊界 或者說你看 我自己看這個 藏童劇 或者說 這個台灣族的有一些藝術家 像Sakuriun 他們其實都是長期在這個國家的機構下面 去做一個抵抗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我覺得是 它一方面證明說 遊牧機器不是一個概念 它是一個長期的抵抗的動作 你沒辦法用概念去說你達到了這樣的一個時間的意涵 那麼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它發生的這個場域 它其實可以在任何地方 你可能會想像不到 好 所以就弱勢群的這個部分 我在文章裡面舉了三個例子 我就這邊就不細講 那麼這些像這個緬甸的藝術家 他在監獄裡面做肥皂的雕刻 那海鼻子做移動的這個帳篷 那Sakuriun在台灣這個部落 重造他們的語言等等 他其實都要穿越 被國家裝置所限定下來的空間、階段、科學跟編法 那我覺得 遊牧機器式的這種戰爭機器 它的困難點在這邊 它其實是一個整體性的 那你沒有辦法從這個純粹概念去運作 那我先把我的報告先提到這邊 那接下來就再請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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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他拿在旁邊 那那個 我在想就是說 因為我接到就是說 凱琳的邀請之後 然後其實 我也真的有一段時間 其實沒有在重新閱讀德勒茲 或更掛勵 然後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也一直干擾著我 我在想就是說其實明漢 明漢在上一場的提問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說 德勒茲所討論的這些單人機器 或者樓木 他基本上跟資本主義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為什麼非常的困擾我 就是說 我在 就是說我曾經很長的一段時間 其實是非常崇拜德勒茲 就是說他的論述 還有他的哲學 因為覺得其實他的書寫 其實會具有一種很強大的啟發力 這個啟發的能量 在於說 他的文字他事實上會帶動一些想像 那我在想其實 他所帶動的這些想像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 就是他在去世的那一年 或在他的書寫裡面 其實有另外一個 涉及到語言學的問題 也就是說到底德勒茲用了什麼樣的語言 重新去結構哲學的論述方式 而這個論述的方式 其實他會 就如同 就是說從 一早就是說在 雨晖的一個表達裡面 其實 我們在進行論述或在說話的時候 其實那裡面不只是語言或不只是文字的問題 它裡面其實還包含著 還包含著身體 甚至包含著所有共生 或所有各式各樣的速度 那在這樣的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討論裡面 其實反而會有另外一個面向的發展 就是 我們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如果你閱讀德勒茲 事實上也非常難離開得樂子 因為在這個閱讀裡面 其實它會產生一種語言的學習 然後在這個語言的學習裡面 其實 它會讓我們不斷的 就是說 用它的話語不斷的去組裝任何 可以帶給我們去解僵域化 或者去想像無陀邦的那種 語言的構造模式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干擾我的 干擾我在 就是說持續的在思考德勒茲的那個問題 其實是在於就是說 好像閱讀德勒茲變成了一個 帶有正義感的事情 這個非常有趣 就是說在哲學的閱讀裡面 在哲學的閱讀裡面 我們閱讀梅羅旁體 其實 不大會有那種 好像我今天閱讀梅羅旁體 我好像就來跟什麼東西戰鬥 然後可是 今天只要閱讀德勒茲 似乎我們就是在跟什麼事情戰鬥 就是說這裡面這個現象或這個狀態 到底它又意味著什麼 所以我在想其實這裡面會面對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就是說德勒茲的哲學 或者說他跟郭大利之間的合作 到底他在面對資本主義的時候 還有什麼樣的底線 是有可能對抗資本主義的 其實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說在 在我們閱讀德勒茲的時候 這種自然而然或者 或者理所當然的一種正義感 這件事情 跟德勒茲跟郭大利 他們所要面對的 選擇之間的問題 到底之間是什麼關係 其實這是我 這是我一個思考的起點 那 我在這裡其實跟各位分享的 其實是一個 非常小規模的事情 就是說我就是閱讀 他在談 就是說 流變強度 流變女人 流變不可改之 我就閱讀這一章 然後來進行了一個思考 那我 我切入到 就是說對於這一章的一個 重新閱讀的問題 意思就在於說 那流變的正義連結到底是什麼 也就是說 在流變的各種想像 跟流變的發生的 各式各樣的事件裡面 就是讓我們感覺到一個正義感 就是 就是要跨越 降雨 就是要打破降雨 可是 跨越降雨跟打破降雨 我在這邊述說 可能會簡化很多細節 那其實 我在想就是說 可能寫的東西裡面會包含比較多細節 可是在講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的以可對話狀態來進行 然後 所以 所以就是說 如果 德勒曾 瓜達里 他帶給 他帶給這些 知識分子或文化人 在閱讀經驗裡面所感受到的那種跨越領域的必要性 或跨越降雨的必要性 或說穿透降雨的必要性 其實這件事情跟自由市場對我來講 其實是非常相信的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說 其實資本主義 他在 他在 或許在 60年代 或許還不是非常明顯 可是至少到了80年代 這件事情其實是被政策化的 而且 其實也就是說 跨越降雨這件事情 其實是被美國跟英國給政策化的一個方向 那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 從80年代開始 這樣的一個政治上面的變化 政治思維上面的變化 他事實上跟德勒茲 跟瓜達里 他們的許多的話語 他事實上其實是 可以產生一個非常相近的類型 可是其實 我這樣來問這個問題 其實 非常的政治正確 因為 我們總是會覺得 德勒茲應該是 反對資本主義的吧 所以說 也就是說他從60年代 書寫資本 就是說書寫版一筆帕斯 然後接下來書寫 簽高原或簽從台 就是說 他事實上其實標誌的應該是 對抗資本主義的 可是 可是我們 就是說 我們在 到了 到了90 90年代 甚至 到了2000年 2000年初 我們其實感受到的是 德勒茲的理論 其實他變得 可以非常的廣泛的被平用 而且 那一個運用 其實是可以跟整個資本主義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所建造的器官 還有跟我們 就是說包含成功學內部 所隱含的邏輯 其實是 是可以運用的 我們只能在一個 我們只能在某種意識形態上面 去區隔出兩者 可是 其實在某種思維的模式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把這個思維 當作某種戰術的話 那他其實是可以非常相見的 好 那我的一個 我的一個問題也就在這裡 到底 有沒有可能在 德勒茲跟瓜達利所討論的留言裡面 去討論正義的問題 好 那在這個正義的問題 我可能 可以先釐清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討論正義 可能所參照的 比較會是 亞里斯多德 他在就是說 尼克馬克倫理學裡面 所界定的那一種正義 那其實這個正義 其實意味著其實 這個非常有趣 因為在陳瑞文老師 他在早上的一個發表裡面 他特別提到了中間這件事情 然後他也把中間這件事情 其實置入了一個流變的那一個 動態動力學裡面來討論 那其實這個跟亞里斯多德 其實他在討論正義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強的 因為亞里斯多德 其實他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說其實正義 是一個比例的問題 他必須失蹤 那這裡面就非常的詭異 也就是說 在正義的問題上面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 並不是一個什麼東西他就決定 他就絕對的只稱道正 或他絕對的可以代表正義 所以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就是說 就是說個人行為上的正義 並不代表 他可以是一個集體上面的正義 那這裡面當然在他的倫理學裡面 非常多的發展跟討論 可是我其實就是基於這樣的一個 位置再重新去思考德樂茲跟瓜達里的這個論述 那如果 就是說如果我們回溯就是 關於德樂茲跟瓜達里他們討論流變的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在想其實有幾本 幾本著作其實是特別重要的 這裡面就包含意義的邏輯 然後先從台運動向個人時間 這個對我來講 其實在討論流變的問題上面 其實是有比較直接的討論 那我們如果這樣來看的時候 我先回到就是說 他們在 他們在那個 這一章叫做 音樂片名很長 就是說 流變強度、流變動物、流變不可感知 這一個章節裡面 他們用的一個在討節裡面的圖示 那這個圖示其實 就是你們現在看的這一個圖示 那為什麼特別的指出這件事 就是說 我在 我在 在一剛開始接觸到他們書寫流變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疑問就是說 流變造理說它有非常多的可能 比如說流變為狐風 流變為狼 或流變為狗的頭 或說流變為什麼 其實稍微說有非常非常多種的流變 可是為什麼在它的主要的論述裡面 其實流變為女人 或流變為小孩 會變成 還有流變為動物 為什麼會變成它主要選取的項目 那這個 這個會變成一個 一個我思考點 然後剛好 其實 其實他們就給了 給出了這樣的題目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在這樣的圖裡面 其實有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在這個圖其實 這個中心點是 所謂的人 然後這是一個 就是說 所謂的那個 中心點 所謂的中心點 那這個人 其實 人在德勒茲跟在瓜達里的使用裡面 其實在這一個篇章裡面 其實一直徘徊在人跟男人之間 我們其實非常的難去確認 他什麼時候 或許我們可以去想像 他什麼時候只是男人 可是這個男人又非常模糊的變成人 那其實這也是 這也是德勒茲跟瓜達里 他們在使用話語的時候 本身 就不斷的在操作這種雙重性 那這個雙重性或多重性 其實它 一方面其實它可以回應到現實 可是另外一方面 也在這個雙重性的遊戲裡面 它可能可以產生戰略 或戰體上面的運用 那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其實你們如果去 有去閱讀 那一個篇章的話 他說 為什麼要談流變為女人 因為 流變本身就是少數 那我也覺得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會非常有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其實 我們只要有企圖要流變的 或者要產生流變的 其實是少數 它肯定是一個少數的運動 或者弱勢的運動 可是 可是 就從我一剛開始在提問的 它跟自由市場 以及它跟資本主義之間的 雷同性 或者相近性的這件事情 其實 我們可能就可以問 這個 我可能也沒辦法在 這裡面這樣快的 就給出答案 就是說 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今天自由市場裡面 的變化 各式各樣的變化 到底是不是流變 到底他們 到底他們 是不是少數 或者說少數或弱勢的流變 今天會不會 其實 是市場裡面可以運作的 其實這個是 我在思考的問題 那我們從這裡面就看 就是說 其實我在想 那段的東西 刮那裡寫的 因為畫這個圖 你們如果對照這個字 對照這個字 你就會發現 得樂之化的圖 一定會 歪七扭八 很多 很多變化的線 然後 字的部分 它基本上用打字的 可是 瓜達里很喜歡自己寫字 所以包含他的 Tevolution Moleculate 其實他都自己寫 所以 按照自己的話 就是說 其實這應該是瓜達里號 然後 然後 這裡面有一個 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在那個文章裡面的描述 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他說 為什麼要談女人 因為 這個世界上 最霸權的 最多數的 就是 成年 百種男人 他直接是這樣子的 所以 所以這裡面 其實 開始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也是我想要談的 就是說 德樂茲跟瓜達里他們 他們如何確保 如何確保 討論流電的時候 這本身 其實是有對抗意味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必須回溯到 必須回溯到 當時的一個 政治的結構 社會的政治結構裡面 他們其實還是必須要點名 雞蛋的那一邊 我們如果用 我們 也就是說 其實他這裡面為什麼會有女人 會有小孩啊 其實這裡面跟 當時的某種 對於社會正義 或說對於 這個社會結構的理解 其實是有關的 因為 這個如果是 村上村出來的話 那其實就是 石頭跟雞蛋 就是說 人 發出去的 這是石頭 這裡是石頭 然後這邊是雞蛋 就是說 永遠在於雞蛋那一邊 所以就是說 這裡面 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即使得勒斯恩 瓜達阿姨 他們在講 好像我們不要被語言限定 你不要 你不要就是說 被所謂的結構或語意 其實去產生某種界定的意味 可是事實上 他們在一個論述的進行裡面 他們必須做這樣的選擇 那另外一個是 我就一直想很久 就是說這個圖到底是什麼意涵 然後其實 這個圖是來自於1974年 1974年 有一個 和那個 這兩個人 在1974年的時候 寫了一本書 然後 在這一本書裡面 這一本書非常有趣 他們是兩個人 很像社會學家或科學家的人 可是他們在研究什麼 他們在研究 獨裁政權的社會 他們的結構是什麼 他們的結構關係是什麼 所以 所以當那個 可能是瓜達利 他畫出這樣的圖的時候 其實他底下所寫的就是說 這個圖意味著什麼 這個圖意味著 當時的主流社會的結論 那 那這裡面其實 我們同時 就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 其實在 德勒森瓜達利的理論裡面 我們如果更 順應著他們的論述方向去想像的話 就會跟他今天為什麼 引用了信息論 就是1974年 其實他們討論的其實是信息論的問題 也就是說 這兩個作者 就是說 1974年的兩個作者 他們其實認為獨裁社會本身 其實是一個信息論的問題 也就是說 信息如何被排列 然後他們的發訊的方向如何被界定 其實是發訊的方向 以及這些點的布置 決定了獨裁正體 如何形成 而不是裡面的任何一個點 它是希特勒 其實重點不在於 這裡面有哪個是惡魔的化身 或者說他生而為惡魔 然後那個點就叫希特勒 然後他就變成了 有一個接續制的排列方式 所以 所以在 德勒森瓜達利他們在規劃 所謂討論流變為女人 流變為動物 或流變為小孩 在這個事情上面 其實他們其實是回到了這一 就是回到了這個關係 其實這個關係其實是 古典心神分析裡面 規劉的一個關係 也就是女人小孩 他們在一個家族裡面 他們的一個接過關係 只是說 德勒森瓜達利他們在鼓勃的時候 他事實上已經在處理一件什麼事情 其實這些上面的點 這上面的點 其實都是由訊息的傳遞 以及方向的界定來處理 所以我們就會 就是說 在這裡我們 我們就會另外有一個想法 另外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說 流變為女人 其實 他有一個危險性 他會變成口號 反正我們就是流變為弱子 可是有另外一個是說 如果按照德勒森瓜達利的引用 以及他們的詮釋的話 事實上 所有的弱勢 或者所有的獨裁者 其實都必須回歸到一個信息理論系統 信息結構系統裡面去理解 其實這也是我 就是說在這個閱讀裡面 希望再去推進的一件事情 一個就會練成說 那我們 是不是有可能在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政治狀態裡面 去選擇 我要戰戰雞蛋的那邊 也就是誰才是真正的雞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可是問題是 我當他們引用 所謂的信息論的一個結構模型的時候 事實上 他其實同時在 同時在取消這樣的選擇 咦 這個怎麼講呢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並不是你選擇人就對了 而是要去看那個結構的 信息方向到底是如何的去傳遞 所以在這裡面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特別把這個圖拿出來討論 就在說 其實如何去討論這個正義的問題 其實我們 我們就會發現 就是說德勒森瓜達利 他們會有兩種 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指出弱勢 可是問題是這個弱勢 其實必須要在整個結構裡面 被重新分析 可是他們如何被重新分析 並不是以一個單純的階級 階級觀來看 而是必須要從信息的流動 這些流 來進行進一步的決定 那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的時候 我們這樣來看的時候 我跳快一點的講 就是 我們如果這樣看 我們 我們其實會 我再把這個信息都跳過去 那 就是 如果我們 回到 就是 整個流變 就是流變為少數 我們如果這樣看的時候 那 表示說 其實他們已經做錯了選擇 可是這個選擇 就是說如果在他們的話語裡面 其實他們 他們其實都講到 就是說 流變其實 所以我們如果這樣推導的話 流變它不是多樣性的在線或現象 而 流變會比較是 無論是在多樣性 或者在單一性裡面 都可以產生出異質性或異常性 也就是既不是什麼也不是什麼 所以 所以這裡面 我覺得 有一個該更細緻的 要去釐清的時候 其實 多樣性 是 不能保證 或者說 不能完全的理解 德勒哲仁瓜大力的選擇 那 有另外一個其實 這個 這個也可以問到 就是說 早上 陳瑞文老師他所談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那 流變到底要如何去認識 如果流變是這個之間的話 因為陳瑞文特別familiar 他把它翻譯成之間 那 如果是這個之間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 我可能就會認為 那 事實上流變 它其實是一個 帶有地理學意義的 本體論 那 這個當然就是說 當講到本體論 大家就會覺得 那 德勒哲不是 變保守了嗎 怎麼會 又 跳回本體論 那 這個再說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對我 在我閱讀裡面 我會覺得 這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意味 所以 欸 就是說 在 德勒哲 他們在 就是說 他們在發展 流變為女人 流變為動物 流變為小孩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 兩個 就是說我剛剛講 兩個策略 這兩個策略我們其實看 還可以再往前推 就是說 往前推 就是說 一個是 對他們進行一個 可以呼應 現實社會的一個 本體論的定義 另外一個其實是在進行 部署 也就是說 其實論述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他如何重新的去詮釋出 一種新的部署 去改變整個信息流的方向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我在閱讀的當中 其實 會 領略到的 那 所以 我在這邊 就再 進一步的提出 就是說 我一直 我一直在想 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在今天 還要談他了 也就是說 我 因為 因為 其實今天很微妙 就是說 就像 凱琳她早上其實有講到 就是說 95 我是95年 然後凱琳應該是94或93 94 到95年的時候 我還在幻想著 OK 我在外省讀語言的時候 我還在幻想著 就是說 等我上巴黎的時候 我要去聽德勒茲的課 那 那個時候 我還不曉得 德勒茲已經不講課了 因為她喉嚨太差 喉嚨已經很痛了 然後 結果有一天 去書店 買書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根本還沒辦法讀 讀真正的書 真正的讀書 然後 那個老闆就跟我講說 德勒茲跳了 然後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這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 我們慢慢去想像 就是說 自身生命跟 她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 我才剛要開始 而且我想說 我就是要整個投入到 對她的 整個興趣 以及對她的研究 結果她跳樓死了 這或許是一個 真後 就是說 就是說 我想要找到一個奇點 可是這個奇點是死亡 然後 然後 所以 所以 一直到了今天 我們還有這樣的一個 場合 來談論這個問題 包括從早上 有那麼多不同的老師 其實會從不同的方向去討論 德勒茲 其實 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這裡面 值得我們去 再去探問的是 就是說 德勒茲為什麼得以流變到今天 如果回到我今天要問的 就是說 到底是敗資本主義之次呢 也就是整個國際的 國際自由市場 對於所謂的知識 特別是歐洲知識的產銷 這件事情 的關係呢 還是一個文化殖民的潛在的幽靈呢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 第一個是 它 可以流變至今 到底是因為什麼 而另外一個是 它可以流變至今 有沒有可能 就像德勒茲所期待的 也就是 某種 就是說 內在性 它是 一個一個 不同的生命的一個 延續 或者說流變 所以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會問 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根據流變的話 那 那我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 除了他們能夠展現出 綿密而睿智的論述之外 為什麼 我們會感受並接受 要相信流變呢 然後 這裡面肯定存在 比80年代 更早就出現的 可是一直到今天 我們都還沒辦法解決 而且還維持著某種欲望 對他們的欲望 那 如果像 上 就是說 我前面這樣來 講流變的話 我在想就是說 我有兩個問題上面的假設 一個是 就是說 如果流變為女人 是跟直變比較有關係 因為 因為德勒斯 他對於流變為女人 流變為動物 流變為小孩 其實他們都進行了 某種本體論事的描述 這我待會可以念一段引言 一段引言 你們就可以理解 然後 就是說 第一個是 直變跟零接 也就是 接零或比零 的跨越邊界 到現在 依然沒有辦法完成 那這個就 耐人尋為 因為 其實我們現在 其實是非常光滑 非常平滑的狀態 那到底 德勒斯跟瓜達里 他們追求的 質變跟零接 我們為什麼 還持續的 保持這個欲望的能動性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在今天 不再需要質變跟零接 其實 我們已經把 德勒斯跟瓜達里 當作一個繼承 已經完成的事情 然後他們其實就是商品 這時候其實他們就是商品 那我們如果這樣來問的時候 我念一段 就是說 這個可以補充 剛剛我為什麼會說 其實他們 在某種策略上 必須要對所謂的弱勢 進行某種本體論的定義 它這裡面講 所有的流變 都是從流變女人開始 或者 都會通過流變為女人 那 它是其他所有流變的關鍵 那 在提到動物的時候 他講到 就是說 流變動物首先完全是另外一種力量 一種靈接 不可區變 然後 他後面 繼續接著講 就是跳一跳一段 這樣 假如流變為女人 是首要的量子 或者分子區段 那麼隨後與之串聯的 流變為動物 又全部加速的朝向何處呢 也就是說 在 在 它的這一個章節裡面 其實 它對於 流變為女人 還有流變為動物 在整個流變裡面的一個定位 其實 對我來講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然後 流變為女人跟流變為動物 其實又必須間接在一塊 所以 我們比較簡單一點的去想的話 流變為女人是所有流變 要發生都必須要有的能力 或必須要發動的事件 然後 我們如果比較簡單的講 其實它必須有質變 也就是 我這個 我這個主體 或者無法成為主體的 這一個存在 其實必須要有質變的可能 另外一個就是 必須要能夠跟旁邊去連接 所以 靈接的這件事情 其實它 就是說 在德勒珍掛大利他們的 詮釋裡面 其實它是跟動物性有關的 好 那這裡面其實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 因為 傅科他在1970年代 書寫 新自由主義的時候 他提到了 生命政治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說 其實 生命政治就是一種自理的方式 這種自理的方式 就是基本上 他把所有的人都當作動物 好 那這個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就是 我不再把人當作 他是有思想 有意識形態的 可是他們有動物行為 他們有生物性 好 用這樣 就是說傅科當時提到這樣的東西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再來看 德勒茲跟瓦達利 他們在面對動物性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比較從生態學 當然生命政治也是從生態學做手 可是 德勒茲跟瓦達利 其實他們 更企圖透過對動物性的一個流變的過程 其實 把它可以跨越領域 所以 所以在這裡有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部分 然後 我在 所以 我現在在念一段自己寫的部分 所以 到底 到底最後 就是說 如果我們先產生死變 然後 接著我們可以透過流變為動物去 產生連結 跨越領域的話 最終到底是為了什麼 或 說他會整個朝向何處 那 德勒茲跟瓦達利講的是 就是說 會朝向某種流變 不可感知 然後 他裡面就有講 不可感知是流變的內在目的 然後 他 就是說 他怎麼樣定義這個不可感知呢 這 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用詞 他說是一個屬於 Cosmos 的 formula 所以 所以 到底要如何 比如說 所以他們在思考流變的那個 結構和過程的時候 它事實上 其實他們企圖涵蓋了一個個人的質變 然後一直解釋到 就是 Cosmos 這件事 可是 Cosmos 就是說 其實非常難翻譯 因為 因為 就是說 它跟 Universe 之間 其實在中文裡面 其實常常會 有某種 困擾 然後 然後 其實 他們之間 事實上 在概念上面 好像又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 Universe 其實它指的是 在 某種 單一的 時間跟空間的 一個 一個整體 可是 Cosmos 它指的是 所有不同Universe 之間的 時間跟空間的 全部 好 所以 所以其實 這裡面 其實如果回到 凱琳 她在 談的 時間的問題的話 其實 Cosmos 到後來 就是我們如果翻作 宇宙論 或者翻作 宇宙圈 它本身其實會 跟時間的概念 會連接在一起 好 那 所以這裡面 這裡面其實 就是 這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說 欸 我還有多少時間 可以繼續講 可以繼續講 好 那個 真的嗎 還算多少 沒有 目前 哈哈 應該到 Cosmos 這樣 好 所以 所以我這邊其實 我如果很簡單的 往前推進的話 其實就是說 其實德克斯恩 他們 他們 他們面對資本主義 其實最能夠對抗的點 就在於 流變不可感知 為什麼 因為他流變不可感知 他界定了三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 讓 讓不可流變 讓不可感知的東西 變得可被感知 可被知覺 好 然後第二個是 流變不可感知 十分之十的 那第二點 我覺得是 在今天幾乎是一個廢話 好 他是無效的 好 可是到第三點的時候 其實是 其實是 有趣的 就是說 等一下 他說 必須 慾望 必須要整個 貫注到這個 不可感知裡面 所以 所以我為什麼會覺得 第二點無效 因為第二點 其實在我們今天 幾乎 比比皆是 我們敵人也在 也在不斷的分子化 他們也 快速的在 比我們 更快的在分子化 然後 可是 第一點跟第二點 第一點 讓不可感知 變為感知 變為可感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是 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或對於整個市場邏輯的發展 來講 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因為大部分 所謂的不可感知者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不夠敏感 感覺不到 而還有一個面向是 被整個結構去隔絕掉 其實你感覺這東西 是沒有用的 你感覺這東西 其實是沒有用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因為恐懼 因為某種 某種社會關係 所以產生恐懼 所以這個感知是要被去除的 所以 所以讓不可感知者 變成可感知這件事情 其實 它並不是一個很像什麼 很像說 這個人 原本看花都沒有感覺 然後 我就啟蒙他 解釋給他聽說 這個花其實要怎麼欣賞他 很像藝術賞吸的課 然後 講完以後 這個人就覺得 他以後會看花了 可是他 就會重複跟老師講的話 看這個花就這樣 所以 所以 其實 讓不可感知 變成可感知的這件事情 其實 它如果把它放在一個社會結構裡面 對於感知的一個分配跟管理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會變成 它很能夠去抵抗 或者說 資本主義非常難跨越到的這一部分 這是 這是我自己 在這裡面的一個推敲 然後 最後一個就是說 要把慾望灌輸到這個不可感知者 其實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就是說 其實 我們在座很多老師 其實都有上課的經驗 然後也都有在上課時候受挫的經驗 這個受挫其實就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學生對你所講的 你覺得 你覺得 這件事情很重要 可是他們不慾望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 最難的其實是 如何 其實這不只學生 其實我們成年的人 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要討論 要去參與社會運動 我們又有多大的 慾望跟很多東西要去參與 所以其實今天 在今天的這個 自由市場的狀態裡面 其實最難破 或民主化的狀態裡面 其實有一件事情 很難就是慾望 所以其實 德勒茲跟瓜達里 他們早就在 百英底帕斯裡面 其實強調生產慾望的重要性 可是 第一點跟第二點 第一點 讓不可感知 變為感知 變為可感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是 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或對於整個市場 邏輯的發展來講 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因為大部分所謂的不可感知者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不夠敏感 感覺不到 而還有一個面向是 被整個結構去隔絕掉 其實你感覺這個東西是沒有用的 你感覺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用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為恐懼 因為某種社會關係 所以產生恐懼 所以這個感知是要被去除的 所以讓不可感知者 變成可感知這件事情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很像什麼 很像說 這個人原本看花都沒有感覺 然後我就啟蒙他 解釋給他聽說 這個花其實要怎麼欣賞他 很像藝術賞希德克 然後講完以後 這個人就覺得他以後會看花了 可是他就會重複跟老實講的話一樣 看這個花就這樣 所以其實讓不可感知 變成可感知的這件事情 其實他如果把它放在一個社會結構裡面 對於感知的一個分配跟管理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會變成 他很能夠去抵抗 或者說資本主義非常難跨越到的這一部分 這是我自己在這裡面的一個推敲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說 要把慾望灌注到這個不可感知者 其實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座很多老師其實都有上課的經驗 然後也都有在上課的時候受挫的經驗 這個受挫其實就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學生對你所講的 你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啊 可是他們不慾望我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今天最難的其實是如何 其實這不只學生 其實我們成年人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要考慮要去參與社會運動 我們又有多大的慾望跟能動性要去參與 所以其實今天在今天的這個自由市場的狀態裡面 其實最難過或民主化的狀態裡面 其實有一件事情很難就是慾望 所以其實德勒茲跟瓜達里他們早就在 反伊底帕斯裡面其實強調生產慾望的重要性 可是其實生產慾望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今天反而是大家可能最受挫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在他討論流變的第三個階段的時候 事實上其實很重要的是 讓這個不可感知者 其實必須要有慾望跟慾望產生連結 所以我在想就是說 這裡面也包含著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 就是說卓軍他從近未來的交陪 然後接下來比如說談到了中米亞或談到了民意 然後其實為什麼台灣會有那麼多的年輕人突然包含設計圈的人 其實都非常的重視這件事情 其實這裡面其實那一個慾望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或許還不在於任何觀念性上面或概念上面的啟發 而是在於就是說卓軍他所進行的某種運動裡面 其實有效的把這個慾望給連結起來 所以慾望、連結慾望或者創造慾望 其實這件事情會變得很重要 我在想就是說 台灣校長其實也會相當的著眼在這件事情 不會就是說不是那麼簡單的就是我來告訴你一件對的事情 不會那麼的單純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會更需要跟慾望產生連結 那如果這樣來講的時候 我在唸一段就是說那個 其實有一段很精彩的引言 可是沒關係我們就越過去 我唸一段跟那個Cosmos有關的 然後我就趕快結束我的發言 因為我不曉得超過多少了 等一下喔 因為我覺得這段引言其實還蠻重要的 好 它裡面有講到就是說 就是它在指流變的宇宙論公式 就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面 其實它所謂的在這樣的意義上面 其實它是引用了成報一的書畫論 然後它說流變為全世界 讓世界成為流變 就是製造世界 製造一個世界 然後各種世界 以及發現世界之間各種比零的關係 以及各種不可區變的區域 就像抽象機器的宇宙論 而每個世界就如同運作出宇宙論的具體 具體裝備 然後存於世界此時 這就是不可感知 不可區變 與無人稱三種德性之間的關聯 所以就是說它談到最後 談到這個cosmos 它跟世界之間的關係 然後到最後他們竟然用了 德性這個字 這是非常驚人的對不對 它其實他們非常的少 會用到這樣的一個很容易被道德化的字 可是它卻講到了就是說 不可感知不可區變跟無人稱 這是三種德性 那它到最後的那個不可感知 其實它說了一段 我在想Nagry應該是非常受到感動 而發展了multitude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它說什麼是流變為不可感知 其實就是我們會變成像草一樣 我們變得跟全世界一樣 那這裡面非常的吊詭 你在變成跟全世界一樣的時候 你要創造一個世界 也就是在這邊其實 到最後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在流變的一個想像裡面 他到最後 德樂真他們到最後尋求到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就像陳瑞文老師說的 其實是一種來不明之次的 就是共同不可能的世界 是不是共同不可能的世界 也就是說其實德樂真瓜達裡 其實非常的少用世界來討論 因為用世界來討論 其實非常的容易 容易只射到所謂的集體性 或者同一性 可是他在論述流變到最後的一個非常失憶的想像就是 這可能也會涉及到 就是說宇輝他 他其實原本要去推一個聲音的發展 其實到最後應該是無聲的 或者說靜默 就是說那其實我們如果在流變 就是說他們在討論流變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人要變成像草一樣 就跟其他草一樣的時候 其他人就像草 然後其他就是一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這個必要性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某一種 對人的想像 一種平等 然後一種無主體的一個狀態 可是我在想就是說到最後聲音 為什麼會需要靜默這件事情 其實或許有某種可以匯合的地方 可是現在還不可能馬上的有任何想像 然後那個 好 那我就 我到最後舉一個例子就好 這會跟那個靜默 因為跟那個沉默靜默有關 就是說 我感受到那種最吵雜狀態 而進入到靜默狀態 就跟我們在聽噪音 其實常常可以有這種體驗 就是說去泡湯的時候 你去泡到最熱的湯的時候 池子裡面大部分只會有幾種人 那是黑道的 另外一個是老人 然後其實表示說 其實這些人 不管是他們身上的皺摺 或他們身上的塔圖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紛亂吵雜 特別是你的身體 進入到那種燙的水的時候 其實那整個毛細孔會作用 然後其實是一個非常吵雜 可是當你進去 停下來的時候 其實那是非常安靜的狀態 那這跟我聽噪音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經驗是相同的 那我就先報告他 我想剛剛卓鈞在談戰爭機器的時候 一開始談戰爭機器我就知道 這種摧毀而不見構 包括摧毀戰爭機器自己本身 就是說非常的必然要走到一個非常 不管在論述或者行動上 可能要走到一個非常殘酷 暴烈 不服從慾望 或者不政府的狀態 但是我想就是說 今天我們做一個 我們這個會議 跟得日子有關的會議 恐怕到最後的結論就是 得日子必須死 他已經死了 但是我們要有慾望 我們要繼續有慾望 那當然就是說 早上這個 陳偉文已經提到 就是說 得日子其實 他的整個論述 恐怕最有能量 停留在80年代 那去年我遇到江湖輝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他已經很戀防在扛柳辯 那剛剛這個建宏 基本上就是 他殺了他父親 我想就是說 今天這個會 因為我們剩下來的時間 是不是也 除了問剛剛這兩位講者之外 我們是不是就把論作一起 一起到六點結束這樣 啊 明天得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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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